大家好,我是江湖 今天为你分享的是中国机长的幕后花絮 因角色需要,欧豪拍摄前需要化三个小时的特效妆 以贴近所饰演的副驾驶角色预险后的受伤状态 而且,他的诱缘在除了几乎完全被特效妆给盖住以外 伤势也会随着剧情发展越来越加重 所以在拍摄期间,欧豪要一直不停地进行补妆 到了后期,他的脸部过敏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 甚至长出了好多小红疹子 粉丝们很心疼,但他依然坚持拍摄 并笑着调侃自己 这样下去,不论化特效妆应该也可以直接上镜了 此外,为了能让观众在大萤幕上拥有更真实的飞行体验 不纳影业还持着近3000万元 制作了1比1的空客A319模拟机 更新来了为星球大战系列 美国队长雷神3制作特效的好莱坞团队 制作成了模拟机 就连内部也是和实际情况一模一样 误差绝不会超过0.1度 可以说是国内首次打造三仓严动的拍摄环境 不仅如此 该片拍摄还得到了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支持与协助 在中国民航宣教中心的协调组织下 来自民航系统各单位数百名专业人士 参与了电影的创作与拍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该片拍摄不仅对主演要求严格 对群演也是规定满满 刘伟强导演在接受专访时就曾透露 有高血压和心脏方面疾病的试镜者 都不能参与拍摄 演员们在开机前也都接受了特训 饰演飞行员的三位演员 张寒宇 杜江 欧豪 都完成了专业飞行驾驶特训 三人均表示 作为不折不扣的门外汉 刚接触飞行理论知识时 感觉像是在听天书 而出到模拟舱内学习驾驶 更是晕头转向 杜江更是自爆 第一次进入模拟舱就被吓到了 而源泉 张天爱 李沁 雅梅和杨奇如等饰演的成物组 也接受了从理论到实操一套